好,来自西亚的裁判,吹响了山本场开始的上音,山本场比赛由做客的北京国安来开球 直接打门,比较正,这个球他不想踢个外脚背上,踢个反弧线 打到后点 外围想打远射,掉了一脚 这脚其实打起来难度比较大 那你这话就是有的球迷就可以琢磨了 那就是首都球队肯定是有一些这个 哎,好球,这球杨志摘得非常稳 空体的气氛好啊 嗯,平天两分十零啊,照您的汉奖 哎,有这个,首都球队这个背景 嗯,哎,啊 好的,好,这也不错 哎,呃,又是打了一脚,没有必要,对对对 他无非是更能跑了,更能抢了,嗯,嗯 逼得更狠了,他还是没有太在 就是说,战术层面,哎,看这个球 让你觉得他的球去得好 格龙是一个一对一的计划 哎呀 磕的膝盖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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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是在右路挑起来,送的不错,停下来 哎,嘉一赶上,嗯,赶上,哎,好球啊 赶上左脚,没有抠过来啊,费了死劲了 对,这是左脚脚偷,右脚绕过来,想传一个球 我不知道这局面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这局面像我们该继续做什么 嗯 就足球踢到背后是个智能式的 好球好像形成了投球部门啊,正到了这一点 对 就是看老师,您别给我们奖杯几分 呃,也是外围远射 你看,这双方都是这样,没办 墙也做得不行,你看 这是什么,哎,呃,说明国安的中场有几个队 哎,个人角龙,这次一对一,赢下来机会 呃,呜,这是要打门吗 太独了,角度太小了 太独了,对 这个不应该过那一下 应该直接传 直接传,那一瞬间传的时候 中路包超那个队员有射门角度 对,传点球点附近就好了 他再一过,过到底线角度更小了 嗯,然后他还选择了一个大力的这个轮腿 再看一下 对啊 这个错误,是错误的 对 呃,就一样了 呃,杨志第一下挡了一下 对,他第一次打到门框里 对,对 嗯,要有一分钟的捕食 哦,我们就要出天了 我们进攻的时候 我们进攻的时候怎么切成那个镜头呢 嗯 哎 我现在要判假摔了 裁判说了 你上半场一 你不是一直冲着招手吗 对 招来了 我来了 嗯 这是今天比赛裁判出示的第二张黄牌 第一张黄牌给了10号张希德 这假摔有点假啊 嗯 一会儿... 一会儿你用它后二三十分钟啊 对对对对 你就看当时场上局面吧 对 船中 哎呦,危险,危险 这让对方打成功了 对,这好悬呢 对,对 英式踢法 所有的进球在对方的失误基础上还有 那轰乱了 这个时间段 贵州人和摆太阳神的比赛也已经开始 外围远射 有脱手 第二反应够快 他们等的就是这种 横敲 再挑入进去 这个要拿的话太困难了 打门 好的 郑希德行车上门 朗征周庭站在人墙里 按说应该让前方前面也站人机 后卫不要站 好的 杨志 杨志这点脚步移动很快 该进步进步是吧 格隆拿球 又来了一脚 来一个大云球 加一快速跟进到进区里 这个球直上直下 更高报警 而且大队方手边 有黑招 再看一下格隆这下 转身 抽 稍微抽在外脚背上 这个队实际上很脆弱 你看 我不丢 好的 周庭 看纯中这点 打高了 张希德这脚怎么会打高呢 这提款说实话 看着 有那么一乐 杨志要出 还好 这种球 银志的门底技术 是欧洲的先进提法的门关 球在空中飞行时间这么长 而且是赢了球 早出来了 对 不能蹲门口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球 他没蹭到 他蹭到了 咱就 是啊 挑起来 到走车那步 好的 有没有愿位 再打 有势 漂亮 杨志的门底技术 这是绝对的 这又是另外一个中卫的射门 对 杨志的门底技术是特别可靠 刚才一个定位球还有这样一个近距离的射门 对 这两个铺的非常精彩 因为我练的 对 练很点没事 你看卡伦特的打球 格龙 这是格龙 哎呀妈更精彩了 对方守球了吧 对 你看卡伦特在跟裁判说了 对 我觉得这是守球 卡伦特就在身后 对 再看 没有曼多诺的 因为看球弹出去这一下 不是弹腿上 他是望那个 就弹那个软和的地儿 打弯的地儿 对这球弹出去 哎 右手捞的 对 别慌 哎 张熊 这个处理还是对 哎呀 杨志脱手 很危险投球 哎呀 这就是寻龙啊 这里修炼成精的人 这 杨志这条脱手不应该啊 门底技术好 是 反应快 铺得真好 缺点太弱 就是缺条腿 不能控制禁区 门口死衰 投球 还是危险 还是危险 哎呦 今天运气真不错 好 比赛结束了 裁判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上音 哎 不错 不错 下关小组赛 第一轮在进组 北京关客场 0比0 占平了 普销之铁 客场拿到一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志愿者 杨志愿者